十月起泰国签证要加收四百七十元的代办手续费 引发反弹 而政策昨天出现了大逆转 傍晚泰国办事处就发出了公文 宣布泰迁仍然照以往的程序来办理 没有改变 旅行社业者在脸书上贴出公告 多大的文字写着坚守国格下架泰国 抗议泰国对台签证不平等待遇 决定无限期下架泰国旅游产品 开出反制第一枪 业者强调没有得到泰国的善意回应之前 他们不会再将商品上架 但对已经购买产品的消费者 相关权益都不会受到影响 同时质疑政委张景森在脸书的贴文 因为他认同对泰免签的做法 认为这样的观光消费收入增加会超过一百亿 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还说取消去泰国观光的国人 如果把二十七点五亿的消费留在国内 也不算是太坏 对于张景森的说法 不少旅行业者不认同 不过外交部长吴钊燮下午受访时表示 泰兼的确是国人非常关心的问题 会配合其他单位一起协商 泰国驻台办事处将加收四百七十元代办费 引发国内民众不满 为了平息反弹声浪 泰国经济贸易办事处稍早发出公文 表示泰兼人一以往程序办理 没有任何改变 根据了解 如果选择到办事处亲自办理 则不受每天一百位的人数限制 签证费一千两百元 其次也可以选择交友旅行社代办 至于透过签证中心代办 就必须要缴交四百七十元的代办费 记者郭彩英谢奇温台北报道 国内排名前三大支付平台 接口支付 打算要推出保证您收益 以及高于定存利率的行销活动 被金管会给盯上 而目前APP上面的相关行销活动 广告都已经撤下来了 只要打开手机APP 不论是购物消费还是搭计乘车 不必使用现金就能付款 真的很方便 但现在传出国内排名前三大支付平台 接口支付 预计从九月三号起 推出号称台版余额宝的接口托付账户 并打出保障年收益百分之一点二到百分之一点八 高于定存利率等宣传字眼被金管会盯上 接口原本是接口网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第三方支付 在今年一月获准成立为第六家专营电支机构 尽管会表示 除值和存款不同 业者不能以利息回馈作为推广宣传 更不能以保证年收益的说法 吸取除值金额 这容易误导大众 以要求全面撤下相关活动讯息 最大风险就是第三方支付公司 如果经营不算倒闭了 他也没有参加中央存款保险公司的存款保险 民众跟谁要 因为他跟银行绑定 跟信用卡绑定 他这些资金是属于第三方支付的 他可以把这些资金的庞大资金拿去做投资 来做高风险投资才会有高报酬 所以政府应该把刀口放在 监管的刀口放在资金的使用上面 学者认为政府除了对于业者行销活动 有所规范外 业者在取得资金后该如何监管 经管会也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 才能确保民众的账务安全 而接口支付到截稿前并没有做出回应 但APP上的行销活动广告已经撤下 有不少新的车款 有免钥匙启动系统 Keyless 但是消极会警告 在美国有13个人 因为使用这样的系统 下车之后就忘了关引擎 让室内车库的车子 持续怠速 导致屋内人员 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只要踩住刹车 再轻轻按一下按钮 民众不需将钥匙插入钥匙孔 就能发动汽车 这就是所谓的Keyless 免钥匙启动系统 但就在今年五月 美国传出有13位民众 因为使用Keyless 忘了关引擎 导致室内车库的车子 持续怠速 一氧化碳浓度升高 让屋内人员中毒死亡 美国已经启动团体诉讼求偿 而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 也在国内发生 消息会日前发函 国内各大汽车制造进口商 针对Keyless是否加上 警语等问题进行了解 消息会表示 Keyless系统是采用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透过车主随身 携带的晶片钥匙可以自动开关车门 及发动 虽然现在大部分的车款有设定 一旦钥匙离开车辆引擎 未熄火时会出现警示 但还是有驾驶下车后 没注意到车子显示警示 导致车子继续怠速 我们引擎几乎都是那个静音 很少听到他的声音 第二个我们下车后 本来可以从排气管感觉说 这排气管留在冒烟 我引擎或许没有关 消息会表示目前各大汽车 制造或进口商 都是在车主手册加上 注意事项或警语说明 消息会建议业者应该将警示 用于字体加大颜色 加框加色 明显标注在驾驶座 或车主手册内 而车厂也应该设计 仪表板明显提示灯 仪表板警语标示 警示声等多重警示系统 才能加强提醒消费者 使用安全 记者维尔装志诚推报道 第53届电视金钟奖 在昨天公布了入围名单 而今年的特别贡献奖 在画面上您可以看到 是颁给高龄89岁的 资深演员高震鸿 而终身成就奖 则是颁给今年四月 过世的资深导演 刘莉莉 电视圈 一年一度的盛世金钟奖 二十九号公布 一百零七年度的 入围名单 去年叫好又叫做的 麻醉风暴二 跟花甲男孩转大人 都不负众望 入围戏剧节目奖 麻醉风暴二的两位 男主角李国义 黄建伟也双双入围 男主角奖 在戏剧出世提升的 卢广仲 同时入围男主角 跟新进演员奖 一扫在电影金马奖 未能入围的遗憾 麻醉风暴二的女主角 孟耿卢入围女主角奖 今年终身成就奖 颁给了 刚在四月份过世 穷瑶御用的导演 刘莉莉莉特别贡献奖 颁给高龄八十九岁的资深 演员高正鹏 高师一辈子没有当过男主角 永远是配角 永远是立业 但是少了这个老师兵 我看很多就没有那么好看的 一个戏份存在 公司迷你聚集 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二 共入围的十二项 英国花甲跟台北歌手的十一项 麻醉风暴二的十项 堪称是今年戏剧节目的最大赢家 评委会主委吴洛英说 从参赛的内容来看 国内的自然科学进食节目 跟额少节目数量不多 戏剧节目也需要更多资金投入 除了多样性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精致化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进来 民间的力量进来 来帮助我们把这个产业的体质 彻底的改变 公司今年入围六十九项 创下近年来新高 表现依旧亮眼 第五十三届的电视金钟奖 将在十月六号颁奖 记者陈淑君陈丁峰台北报道